巷子口一堆男女在大街上拉拉扯扯 没多久其中一个人倒地 似乎是受了伤 附近居民听到争吵声 发现不对劲 一看才知道有人受了伤 受伤的是一名妇人 被这把剪刀攻击 耳朵受伤 被立刻送往医院 动手的人就是她的丈夫 事发在27号早上10点多 新北市淡水一处巷弄 这对夫妻都已经70多岁 当天疑似为了几百块钱的纠纷 在家闹不愉快 没想到最后颜面成肢体冲突 双方互相拉扯 丈夫竟然拿剪刀 朝老婆的耳朵攻击 邻居赶紧打19报案 但伤口似乎有一点深 一度失去意识 这对夫妻疑似常常发生口角 只是没想到这回 会变成见血冲突 幸好经过治疗 伤者恢复意识 没有生命危险 但挥刀伤害自己老婆的男子 也当场被抓 恒星攻击妻子 她被一家人未遂罪移送法办 两人已经结婚好几十年 只因为吵架 竟然拿剪刀伤害老婆 除了面对法律刑责 夫妻两未来该怎么相处 恐怕更是一道难题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